主席 主席 各位先進 先請一下主記長 請主記長 賴委員好 主記長你好 這個東西 你主記長做了五年 五年多 就這個調調 很高興 你會被欺負的樣子你不覺得嗎 我請問你 我請問你 今年的GDP2% 是沒有希望的是不是確定 按照現在數字來看 沒有希望的 我們11月29會公佈新的 是不是沒有希望的確定 現在還要再詳細的 還有沒有機會到2% 當這個 就是說因為第三季的狀況 希望不是很好了 那現在第四季現在是10月了 有沒有好一點 還是希望 各個機關還有政府民間 大家一起努力 主席長很大的 沒有了 主席長很兇的 你太高興啊 那個樣子很好欺負的樣子啊 人家說弄錯了 估計不好就是你的問題 然後你們沒有人回應 當管中民泡紅你們 你們什麼回應 我們都一再的說明 說明什麼 對 你們頂回去啊 是 對不對 我們也具實反應啊 什麼反應 沒有啊 軟巴巴的 有了我們有具實反應 你反應什麼 就是說我們事實上這個 總公需估測 我們的預測數跟實際數是一定會有落差的 一定有落差 相同的時間點 那 預測的時候 所以叫管中民不要亂講 是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 不敢講 預測當然是有 助手給你都不敢講 相當大的假設 那麼實際執行 我們一定是會 主席長你說這個人都聽不不 你說這個人都聽不不 人家是聽到管中民說 要不然就把 打斷腿 這個錯誤是主計處所造成的 你要聽到四個 你後面這些沒有人聽到 就是這樣 你知道嗎 外界也是這樣 管中民 人家經濟 經濟中研究院 經濟院士 很有學問 他不會錯 錯是誰 喔主計處 做得不對 主計處 你都不要defense 我跟你講 以前主計程很大 所有的支出要錢都找你 現在沒有找你 沒有 我們事實上也 不需要找你 你太好講話太好欺負了 預算我們也是核實 編的送到法院來學 主席長 財政委員會都會支持你 謝謝 希望你強悍一點 兇一點 你要兇一點 所以欺負你要不要頂回去 這樣 不敢 你不敢 謝謝委員關心 如果敢就不叫十數美 難怪被欺負嘛 是不是 我們是看不慣 怎麼其他單位欺負你 這東西 大家都是學者出身的 都知道 這裡面本來就會有落差 做不到檢討嘛 認真打拼 怎麼可以怪給別人 做別人的錯 相關部會都有在 這東西 今年 兩趴 我開始阿婆生孩子很拼 你聽過這個理語 阿婆生孩子很拼 我們對阿婆沒有任何的歧視意思 沒有沒有 沒有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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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 很拼 現在看起來是很拼 對吧 兩趴很拼 要大家共同努力 要很拼 兩趴很拼 明年多少 明年我們 預估多少 上次預測是3.37% 3% 3% 對不對 會不會稍行樂觀阿 因為我們每個時間點 必須根據當時的相關收集的資料來假設 你3.3我告訴你都可以大聲講阿 可能不止3.3阿 3.5阿 說不定到4阿 因為今年不好明年一定好阿 正常情況來講的話 對吧 那希望大家共同努力阿 你這樣講 我做球跟你 你都不敢回阿 沒差我做球給你 對不對 謝謝委員會 沒有我叫你講一點 兇一點的話 你也不敢講 對不對 有信心一點的話 也不敢講 哈 哈 哈 你請回啦 趕快請回 我們請問那個沈記長 好請沈記長 沒有我剛才沒有任何挑撥部會之間阿 都是那個那個裡面的矛盾阿 我只是說這是一個執政團隊阿 大家有問題那個單位自己扛下來 不需要推給其他的單位阿 我覺得這樣子不好阿 好 那實際上請請請教你喔 我們公共建設最近這幾年有沒有 在這邊 來減少有沒有 是的這個公共建設在公務預算 那麼一百連三連是有增加 可是如果說把國營四月整個併在一起的這個大餅的話呢 是在下降 下降多少 是的我來 等一下 有沒有10% 好是的這個 整個 全部加起來 一百零二連 公共預算大概不到兩千億嘛 對 還加其他國營四月的 其他國營四月齁 這樣總共加起來是 一百零二連度三千七百九十七億 比一百零一連度是少了大概兩百億左右 少兩百億 少了快十八 整個整個加起來 那明年度呢 明年度多少 明年度一百零三年度 因為我這邊還沒有數據 預算 這個外界阿 不斷的在最近有人在檢討了 所以回顧當時當初的十大建設 現在好像沒坑道 當初偉大的建設埋下我們 就等於是讓我們外面 後來幾年阿 都成長很多 好像我們現在這一代子孫阿 只在吃老本 這話你同意嗎 跟委員報告就是 最主要這個 早期我們的財務狀況 是相對比較好 那這幾年最主要是那個稅縮的部分 因為我們的這個出稅負擔率呢 那這個下降很多 然後在整個這個 戶稅能夠租應的這個 戶稅益存度也降低很多 那另一方面公共債務的這個 幾屆的這個債限也越來越逼近 所以在這個公共建設的部分 沒有辦法說 大筆的來幾屆公共債務來 我請問你公共建設一塊錢丟進去喔 對GDP的貢獻能夠幾塊錢回來 能夠超過一塊錢 一塊錢進去幾塊多少錢回來 再以這個 新興經濟追快 他原來在邊特別預算的時候 就有估類說 可以增加多少就業率 然後可以增加多少 不是不是我問你那個 效益啊 因為外界一直在批評我們的公共建設啊 一塊錢進去收不到一塊錢回來 追快在 大概就八毛錢 外界是這樣估算 我手上沒有說 可是一定會有產生這個效應出來這樣 不是效應啦 我要說那個價值基本上 是沒有那個投入的多啦 沒有投入的多啦 這個這部分啦 我覺得審計不如可以再加強再計查一下 我覺得每個公共建設啊 現在來講 蚊子錯誤太多其實都是什麼 都是政治人物惹的禍啦 老實講 各個地方 大家都是地方的民代地方選出來 都要替地方爭取經費 然後就是都一樣 你有什麼我就有什麼 你有什麼我就有什麼 一大堆蚊子是一堆啦 這部分你也可以兇一點啦 有 事實上齁 我們有提出警信 像說以運動中心 我們就提出來以後呢 那麼整個建設的時程 還有那個多少座都往後延 因為他們在整個這個使用輪數不到的部分 那麼是有往後延 所以這部分我們選舉部有注意到 我們也會適時來提出一些警告的意見 我看了一下過去喔 有一個現象 有一個現象 就是大家前面都不太用錢 最後消化預算 我給你舉個例子喔 你一百零零零的決算裡面 第四季講得很清楚 各位機關資本們 資本們 跟公共建設有關係的 分配比例啊 到了32% 不到32% 可是呢 資料的比例啊 超過40% 這什麼意思 我分配只有分配31 我增加了9% 執行的時候增加了9% 幹什麼 就代表說明了外界不斷的詬病 說我那個錢都是最後一季 瞎罵預算 拼命用錢 拼命花錢 把錢全部花光光 這個線 這個數字講得非常清楚 你要不要回應一下 客人報告就是 這個預算 照預算好規定 那麼分配預算 分配預算 要照它的一些 這個進度來做一些預算的分配 可是在這個資本門來講 往往都是在前面的時間 進度落後 像說有一些補助到地方了 那麼它光是審核 就要審核 這個半年的時間 所以變成說相對執行的時候 都會壓縮在比較往後的時間 所以這一塊目前公共建設 這一塊你聽一下 我覺得理由不是你講那麼簡單啦 很多部分就這個啦 錢到外面都會不會用啦 藉著資本門底下 就是你剛剛那個理由 所以我前面要做很多什麼 paperwork啦 後面來花錢 不是這樣子 不是這樣你查一下 最後一個 我們對於 國營 我們的國家投資的 轉投資的一堆 到一百年以後 因為我講的一百年以後 是決算 總共有一百五十五家 總共投資額超過兩千億啦 超過兩千億啦 虧損的加速呢 三十幾家 這東西怎麼辦啦 有的是連續五年的虧啊 然後你們 你們也沒有退場機制啊 然後你審計部 我不知道你對這個事情 你怎麼處理 這個部分跟我們也報告 除了說我們每年在追蹤以後 我們會督促這個主管器官 那麼像說已經連續已經虧本的話 那應該要有一些 退場的機制 不應該再繼續這個儲有下去齁 我們要公開咨詢來問你 你要把它去訂一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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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我們 跟那個有關係 經濟部那個叫什麼 要滑玻璃 對 要滑玻璃這個是 他既不公也不明 很奇怪的一個單位 可是錢很多 錢很多 你注意他他錢怎麼用 有 我們有在點這個外 去訂這個 他的投資 他轉投資的項目 是不是虧損過多 謝謝